我是叶盈春 首先我们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世界反法西兹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 美国老兵和群众在密苏里战舰上举行纪念活动 本台驻东京记者重返日本战败投降的标志性地点探访 日本民主党党魁选举争夺战正式打响 实力派的小泽与县首相监制人将采取何种策略一决高下 今日亚洲为您详细介绍 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建议总统将对潮政策转换为能动性意志战略 泰国政府对国民广开沿路 希望齐心协力重塑国际形象 新加坡被来自中国的一对熊猫宝宝征集名字 9月2号在美国珍珠港的密苏里号退役战舰上 近千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老兵和群众举行活动 纪念日本签字投降65周年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鸣枪声揭开了当天纪念仪式的序幕 近千名老兵军人家属以及当地的民众出席了当天的仪式 1945年9月2号上午 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 二层甲板上举行 宣告二战正式结束 密苏里号1992年退役 后改为纪念馆 停泊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内 65年前日本投降书就是在这里签订的 当时在这里放置了一张桌子 农军代表在桌子的这一边 而日军代表就在这一边签署了投降书 在密苏里号不远处是战列舰亚利桑那号的残骸 1941年12月7号 日本海军空袭珍珠港 第一个击沉的就是亚利桑那号 今天密苏里号与亚利桑那号放在一起 其用意不言而明 前世不忘后世之时 回想65年前的日本人们贵府在黄居二重桥前的广场上 聆听天皇羽人宣布日本战败投降的广播 以及东条英姬等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种种场景 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标志性画面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之际 本台记者重返了这些地点 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日本天皇居住的黄居前的广场 在我身后就是著名的二重桥 65年前就是在这二重桥前的广场上 成千上万的日本民众跪伏在地上 聆听天皇羽人宣布日本战败投降的广播 这一幕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标志性画面之一 已经永久的留存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今天这里风景如画 游人如知 然而当年这里却是一片废墟 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也因为自己错误的侵略行为 而付出了沉重代价 经济陷于崩溃边缘 人民生活极度贫困 甚至连国家都几尽覆灭 往事可见 而那些企图否认甚至篡改历史事实的行为 最终得到的将是历史对他们的惩罚 这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就职所在地 当年就是在这里 东条英基等日本战败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这些给亚洲以及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败 在世界和平正义力量面前最终低头认罪的场景 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标志性画面 如今每当回眸这历史一幕 人们都不禁会感慨胜利的来之不易 加倍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 2号是日本民主党党魁选举公告日 也是选战的开跑日 现任首相监制人与前干事长小泽一郎之间的争夺战正式打响 当天两人在辩论会上剑拔弩张 而3号一早小泽就在参议员中间拉票 监制人阵营则在研究 如何获取地方党员的支持 两阵营的竞选活动正在积极展开 3号上午小泽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开展竞选活动 他前往所有民主党参议员的事务所 请求他们的支持 这其中也包括监制人阵营的议员事务所 小泽拜访参议员田中直记 日本媒体格外关注 田中直记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婿 小泽是田中角荣最得意的门生 在他的扶植下 年轻时期的小泽试图通达 而田中角荣的女儿 也就是田中直记的妻子 田中真记子 曾担任过日本外务大臣 如今被日本一些政坛人士 称为小泽的拉拉队 小泽马不停蹄地拉票 监制人自然也要奋力苦战 与小泽不同的是 监制人在备战的同时 还要继续履行首相的职责 3号上午 监制人先是召开了内阁会议 下午则会见了日本工会 总联合会会长古赫申明 请求其协助竞选 此外 监制人阵营还召集了22名负责人 专门负责号召全国11个选区内的 地方议员 党员 以及支持者 支持监制人当选 4号和5号两天 监制人阵营将在各地召开集会 号召当地议员支持监制人当选 另外 前参议院议长江田伍玥 以及首相的夫人申子等 将直接打电话 请求各方支持 8月31号 监制人与小泽的和谈宣告破裂 民主党内部开始上演龙虎斗 一旦元老级人物小泽获胜 监制人就得告别还未做热的相位 但是小泽也有明显的软肋 那就是受困于金钱丑闻 在2号 日本记者俱乐部主办的辩论会上 在场的记者和监制人 自然都不会放过这个问题 那么小泽是怎样作答的呢 有记者问 日本国会没有就小泽的政治资金问题 传唤过任何证人 小泽本人也没有进行过说明 对此该如何解释时 小泽说 检方的调查已经得出了结论 有记者追问小泽 如果检查审查会再次做出应当起诉的判决 他将如何应对 小泽说自己不会逃避 也就是明确表示了同意检方对其起诉 而首相监制人则当场抨击日本的金钱政治 小泽一郎在一旁微笑不语 金と数ということをあまりにも重視する政治 こそが古い政治だと それは小泽さんに体現されているってわけですか 小泽さんの政治の在り方はどちらかといえばですね 資金的な強さ あるいは仲間の数の多さ そういうお金と数の原理が色濃くあるというのは これは私だけが感じていることである 监制人说 既然小泽選择竞選党代表 那么就必须以民众能够认可的方式 对政治资金问题进行说明 此外 大选下日本的经济走向 小泽兼职人的见解也大相征庭 小泽主张加强内需 改善日本总是依赖外需的经济体制 他说 以前就有人批评 美国打喷嚏 日本就感冒 日本经济不能总是看别人的脸色 他建议重视振兴地方经济 必要时应当在公共建设上加码 进行官方投资 小泽要政府下重要救经济的做法 与兼职人立志 要消除财政赤字的主張 背道而驰 小泽兼职人的 民主党总裁被认为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次机会 基于他在20年前就患有侠心症 他的健康问题在这次选战中也成为政界和媒体的热门话题 熟知小泽生活习惯的一名议员透露 小泽自从患病后 每天都必须午睡片刻才行 政界还有不少消息指出 小泽极少在国会论战时常呆 要不然就是眯着眼睛在位子上睡大觉 在辩论会上有记者就单刀直入地问及他的健康 小泽回答说 我在20年前患心脏病后就每天进行调养 现在我健康好得很 不管什么职位都扛得起 不过精神饱满的小泽在新当选的行政改革担当大臣连访看来 最适合出任的不是首相一职 日本著名杂志《周刊新潮》近日爆料 连访私下对记者说 如果兼职人连任 或许可以考虑启用小泽担任外务大臣 让小泽踏出日本就好 小泽同一阵营的人也都搭同一条船出去就好 毕竟如果兼职人败选 包括连访在内的许多现任大臣都将被换下 事实上在7月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全国最高票的联访 具有吸票的作用 他在2号晚间兼职人的造势会上就率先上台高喊 为了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 希望兼职人能拼死拼活好好工作 《周刊新潮》还援引联访对记者私下的爆料说 如果小泽出任党首 会由前首相揪山游记夫任首相 不过小泽在2号的辩论会上予以了否认 こんな質問が 小泽さんが代表に選ばれても ひょっとしたら総理大臣は他の人がやるのではないか そういうことは絶対ないとここで言い切れますか 議員内閣制では最大与党の党首が 内閣総理大臣を務めるというのは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ありまして 自民党時代も相相分離という話ありましたけど それはもってのほか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新加坡联合早報3号発表評論说 平心而論 监制人的这一堵住并無勝算的把握 因为他的人气依靠的就是不捲入金钱政治 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对于民主党国会議員来说 他们更重视的是谁可以为他们今后的竞选 提供资金保障 退一步说 即使监制人獲勝而序任首相 擺在他面前的也肯定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 反之如果小则一郎勝出 其金钱丑闻也必将引起在野党及舆论界的批判 从而引发政局不安 同样的也会刺激或促进日本政坛重新洗牌的速度 今日亚洲 欢迎继续收看 三号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建议总统李明博 将目前以防御为中心的对朝国防政策 转换为能动性抑制战略 与此同时作为对天安号沉默事件的应对措施 韩美两国计划将于5号起 在韩国西部海域展开联合反潜军演 但美军航母将不参演 自去年5月为应对天安号事件而启动的国家安保会议 三号在新法台向韩国总统李明博汇报了过去三个月来最后阶段的审查结果 会议表示为了应对来自朝鲜的各种挑衅 有必要拟定能够全面应对朝鲜挑衅行为的能动性抑制战略 国家安保会议称应将目前以陆军为中心的军队结构 转变为陆海空三军协调统一的结构 并建议设立陆海空联合司令部加强三军联合作战能力 会议还建议应该设立中央政府级别的军事统筹管理机关 会议最后建议将军队服役期限恢复到过去的24个月 对此李明博表示 按照目前的情况恢复服役期限并非易事 同一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合司令部透露 作为应对天安号事件相关工作的一环 韩美将于本月5号到9号期间 在韩国西部海域实施为期5天的联合反潜军演 韩国海军将出动4艘韩国型驱逐舰 巡逻机 潜水艇等 美国派遣宙斯顿舰等三艘舰艇和潜水艇 巡逻机等参加 但美军航母不会参演 对此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表示 此次韩美军也是对朝鲜的公然挑衅将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2号突访阿富汗在首都喀布尔与阿总统卡尔扎伊会面后 盖茨指出美军制定撤离阿富汗的时间表并不意味着美国将放弃阿富汗 盖茨说美国虽然初步决定以2011年7月为从阿富汗撤军的起始时间 但这并不影响美方继续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对阿方提供支持 盖茨还表示美国不会改变在阿富汗及周边地区彻底击败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既定目标 然而就在盖茨到访的同一天 北约部队在阿东北部塔哈尔省疑似空袭中造成平民伤亡 盖茨与卡尔扎伊还就禁止外国私营保安公司在阿业务进行了商讨 卡尔扎伊坚持今年年底是这些公司撤出的最后期限 会谈中双方还就反恐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澳大利亚议会大选结束两周后 由于执政的工党和反对党联盟一直 请确认证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